近两个月以来 中国大陆的雾霾天气频发 先是东北三省发生了大规模的雾霾污染 被称作是史上最为严重的雾霾 接着呢 在最近一个星期 一场更大范围的雾霾又笼罩了近半个中国 搏击到了25个省 100多座大中城市 大规模雾霾由北向南的扩散呢 引发了民众对于当局治理大气污染 不作为的愤怒 还有不满 据大陆官媒报道 12月8号 大陆中央迹象台继续发布 雾霾橙色双预警 这已经是当局第七天发布全国性雾霾双预警 最近一星期以来 大陆近半的国土被雾霾笼罩 从华北到东南沿海 甚至西南地区都相继沦陷 据环保部的数据显示 全中国20个省份 104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中毒污染 与以往北方持续雾霾有所不同 南方地区在这场雾霾中首当其冲 中央气象台分析 这次大范围雾霾过程令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都没能幸免 其中江苏 浙江 安徽等地的雾霾最为严重 连日的雾霾天气使得高速公路被迫封路 机场停坝 工地停工 学校停课 严重影响了百姓的日常生活 很多市民纷纷抱怨政府不作为 政府也没有什么的措施采取 也就是在电视上报道了一下 没有什么具体的作为 无非就是客量 行驶 单刷号 限制一下 由于雾霾造成的能见度低 很多地区交通事故频发 其中 河北省唐山市因雾霾出现重大交通事故 造成近20辆车连环相撞 出门的话 基本上能见度很低 交通事故我们在路上也看得到 在上海本地的一些新闻里面也放 就是说最近决断迷雾霾 交通事故频发 就是比往常要多 此外 雾霾天气更引起了呼吸道疾病的高发 各大医院内科呼吸科门诊的患者激增 基本上不能出门 出门以后 呼吸方面好像困难一点 我这两天嗓子不舒服 到医院里面找医生看了 医生也说这是雾霾引起的嘛 基本上到医院里看的都是咳嗽 都是呼吸系统 都是咳嗽 有些像感冒一类的 尽管中共当局几年前就已经一再承诺 将会改善空气质量 治理雾霾 但雾霾扩大却在日益加重 12月8号 知名主持人孟飞发布了一条微博 直指环境灾难 政府是最大责任人 赢得了网友十多万次转发 中共官媒央视网却在9号提出了 雾霾可以使中国人长知识 更团结 更平等 更清醒 更幽默的五大意外好处 彻底引发了重怒 民众表示 对于雾霾产生和加重的真实原因 当局一直在有意回避或顾左右而言其他 国内媒体和所谓的专家也一直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法 民间认为所谓的烧煤烧结杆取暖造成雾霾根本不成立 南方并不需要取暖依然有雾霾 而汽车尾气排放一说也遭到反驳 因为比中国汽车密度高的国家有很多 也没见有雾霾产生 网民作师讽刺当局 牵强附会致解释 糊弄于情怨天气 临时举措无常效 埋青大地独万里 雾霾至里需决心 抛弃单纯GDP